因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武汉肺炎,疫情而暂停于一个月的出售居者有期屋计划单位2019,下清今期新居屋简留程序。 昨天起有限度恢复,消情亦明显放慢。房屋委员会,下清房委会,原邀请约120名中签家庭简留。 昨天只有53名中签者出席。出席率紧约44.2%,即67人未有到场。缺席率达55.8%,全日共售出48伙。 虽然有90.6%出席者扣得单位,为销量创今期新居屋推售以来单日新低。房委会昨天邀请约120名中签家庭申请者。 分两个时段到落库房委会客务中心简留。首个时段于上五十时开始。本部记者上五九时许在现场所见。已有五十多名准买家在长排队等候。 房委会规定,入场人士需配戴口罩及量体温。职员亦特意在门外张贴告示。 表明体温高过涉事37.5度或不愿探热人士会被拒绝进入。 清洁人员不时为大门玻璃和门瓶消毒,询问处更为起透明胶片。 减少职员与市民直接接触。不少到场简留的白表准买家透露。 自己是秋中第二粒珠,即63号,的幸运仪,也有陆表家庭客表示。 自己秋中第五个号码也有机会简留。感到幸运。部分在场准业主更说。 虽然自己希望速战速决尽快简留。但认为因疫情而延迟简留没有问题。 今期新居屋于去年12月9日开始简留。 当时客务中心门外行人路一带擠满来自银行和按揭转介公司的员工拉客。 昨天简留则相对冷清。 未见有银行职员在场。 只见数名来自律师行。 按揭转介公司及装修公司等的人士到场拉客, 以往买家报出客务中心即被包围的情况亦不复见。 防委会公布。 昨天共有53名中签者到场简留。 售出48个单位。 资料显示。 去年12月首天简留时。 全日售出53伙。 原是今期新居屋成交量最低的一天。 为昨天售出的单位数目还要再少5个, 约9.4%。 今期新居屋共推出4904伙。 其中4871伙来自6个全新屋苑。 当中提供603伙的何文田贯德院本来早于一月以沽清。 为上月下巡师座低层七室租撻定。 昨天获承接。 令该屋苑第二度沽清。 昨天宵情最好的屋苑是马安山錦辉苑。 全日售出20伙。 按成交纪录策显示该20伙全为实用面积371-426方尺单位。 今期新居屋也有33个属于过往期数居屋的重售单位可供选择。 大鱼山梅窝银河苑两个重售单位终于开齋。 昨日售出1伙。 令整体重售单位紧如2个可选。 今期新居屋经过33个选流日。 累积售出2773伙。 比例约56.5%。 其中白表买家占1554人,56%。 6表客占1219人,44%。 房委会指出。 已邀请中签者于周三、四日和周五、六日简留。 其中周三有约120名6表及白表家庭申请者。 分两个时段到场简留。 分别为上五十时及下五二时三十分。